我知道你上海了 如果我聽了你的話去上海 現在會什麼樣子啊 女人啊 愛情和麵包 你選哪一個 答案看似簡單 但楊承麟滾燙得淚水 讓你猜不透她的心思 當狀況弄亂了方案的配音 就要趕緊計畫方案B啊 眼睛 因為哭啼 而是血肉體 距離過得郁郁寡歡 卻又要假裝堅強 在女強人和家庭主婦中 取得女人一生的平衡 這股掙扎 惶恐 楊承麟的情緒層層地盡 我想要我一起吞吞 對得對得好抱歉 還要這樣子考驗我 但若要演出女人後半生 那遺憾和失落 她可詮釋得淋漓盡致 所以你不了解 有女兒媽媽的心情 她一輩子的事 就是我這個做媽媽的事 眼神卻是淡淡哀傷 早已經是細菁的楊桂妹 將一個婚姻不幸的女子 演繹得堅強柔軟 是心中始終有一塊空缺 空缺裡有你 有你還有你 現在人與人之間好像拉近了距離 這一股女人心海底針的風暴 讓最被看好的雙羊爭霸金鐘 而同樣角逐事後的還有柯淑琴 新生代演員方又欣和林玉璽 露死誰手人不知道 但今年競爭激烈的還有這一獎項 讓她出來出來出來 卸下性感妝 化身仙姑 早已不是當年殺很大的郭書瑤 以通靈少女收度入圍 迷你劇女主角獎 妳生人就跟別人不一樣 妳生人是戴天怒 好耶 好耶 反正我做什麼事情都要反對 郭書瑤演出小小年紀 看盡人性百態的姿態 仙姑角色演得細膩 透徹 雖然即被看好 但想拿下金鐘並非容易 因為踢管的是金鐘常客 紅衣鬼后 今天其實很開心可以看到這幅畫 不過我寧可將我的時間 和那些真心愛畫的朋友交流分享 紅衣小女孩的徐瑋寧 曾拿下第50屆戲劇最佳女配角 兩年來嘗試多種角色 在迷你劇《鬼迷心窍》中 化身一位患有阿滋海默症的病人 生命與愛情的拔河 徐瑋寧的無助讓人看了心疼 要留給讀者自己想著想 才是一篇好的文章 收得真好耶 同樣角逐迷你劇女主角的 還有楊錦華 陳婷妮以及溫甄霖 這堪稱死亡之組 不只有演技 戲劇作品更是有話題性 除了是超級女星生死鬥 更是今年金鐘話題之一